憲法是設立香港特區和制定基本法的法律根源 我們要對憲法與一國兩制關係有整體把握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限制基礎 不承認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至高地位 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就是忘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怎麼來的 實際上就是否定一國兩制的限制根基 實踐告訴我們 憲法和基本法對一國兩制事件的保障作用 不僅體現為正常狀態的規範調適 更沾顯於非常時刻的正本清源 不論反正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任務 在實現國家富強民族福興的道路上 香港不但不能缺席 香港不但不能缺席 而且應當與時俱進 充分發揮獨特作用 實現這個目標 要完善特別行政區 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 這一過程必將是港人擔家作主 與依法治港有機統一的過程 也必將是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得到依法保障的過程 使香港社會不斷進步和個人不斷發展的過程 使香港社會不斷進步和個人不斷發展